继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落马后 其曾经的搭档 袁总经理刘自立 日前被开除党籍 并以送司法 刘自立与袁仁国都被指大搞全色交易 利用茅台求经营权贪腐等 今年以来 茅台因被查引发关注的高管 以达四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月7日显示 贵州茅台原总经理 刘自立被开除党籍 通报指 刘自立因和LDQUO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和LDQUO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自立与相关人员串工 对抗审查 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违规 在干部的职务晋升工作中为他人 谋取利益 违规为他人获得茅台求经营权 大搞全色交易 非法收受 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涉嫌受费犯罪等 现年64岁的刘自立 16岁即进入茅台酒厂工作 曾任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 公司工会主 习 副总经理 1998年任茅台集团旗下的喜酒公司董事长 宗经 李 2010年5月 任贵州茅台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年10月至2015年8月 任贵州茅台 集团副董事长 总经理 死后退休 刘自立长期与原人国共事 由其2011年10月起作为茅台集团总经理与时任董事长原人国搭档进 4年期间 茅台酒曾发生大幅度涨价 两年内共上涨约50% 被舆论指挥和LDQUO 涉嫌垄断和RDQUO 茅台集团近年已 经有多位高管涉案落马 今年5月23日 退休一年的原人国被查 可以说揭开茅台高管今年陆续被查的序幕 原人国被指搞政治攀附 大稿权 权钱 权色 钱色交易 转移赃款赃物 与他人串工 对 抗审查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等 2018年5月6日 晚11点多 茅台集团半夜开会宣布重大人士决定 原人国被免去茅 台集团董事长职位 一年后的2019年5月初 原人国被免去第10 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据大陆财经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 原人国涉及了何LDQ 哦 问题多了去了何LDQUO 报道称 原人国此次被查处于 贵州前副省长王小光和贵州前省委副书记王三运的落马不无关系 和LDQUO 原人国走的就是官场路线 给官员上贡 也养官员 和LSQUO 养和RSQUO 就是帮官员行贿使其高升 和LDQUO 今年5月24日 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员董事长聂勇被正式逮捕 一个星期后 6月1日 贵州茅台集团发布通报 聂勇被开除党籍 今年7月 茅台集团前副总经理高手洪被免之后 4月被核LDQUO 双开核LDQUO 并以送司法 茅台高管落马逢波 可以追 速至2007年 2007年4月 时任贵州茅台总经理的 乔洪被带 走 随后被核LDQUO 双规核LDQUO 2010年1月 乔 洪受贿1323万元被判私缓 2014年11月 时任茅台集团党 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的房国欣落马 房国欣已被判有期徒刑10年6 各月 2016年3月 已退休的贵州茅台前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谭 定华 副厅集 被查 谭定华被指利用职务便利 2006年至20 15年先后为十多家公司成为茅台集团的茅台酒经销商 供应商等体 准备 1928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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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